他會主動,希望新所能夠自行掀起,來接入同學在這門課的一個學習 所以我們其實有這麼一個機會,然後有這個委員會 那你機會呢,要參加這個委員會的軍會,才能夠有這個書教的資訊 好,謝謝大家呢,要參加這個委員會,好 那又會呢,謝謝 謝謝 好,當時有跟那個,因為這個還蠻麻煩,是這間教室呢 可能相較於一個1037,桌子的設計要好很多 所以呢,他的同學都不希望換 那當然呢,如果,我也有點覺得,因為這個大約桌子知道 大家做任何寫字,或什麼都很方便 但是呢,這個缺點就是我們教室說不夠 那我當時有跟我們的桌子講說,希望就是多一些那種像紅色的 或者是,就是紅色有桌子的那種褲子 那,因為當時有講說,我本來是說,那堆在這個旁邊 好,請來,好 好,謝謝 對家旁邊的話呢,就是每次上課晚之後 同學就把它兩個兩個桌子起來 那也不算有這樣很大的空間 那但是呢,今天教室是晚宴的 他晚宴都不同的,像是 其他老師會覺得這樣不好看,或者是等等的 所以總之呢,只好請大家,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就是,我也請那個,就是 助理呢,能夠把你準備一些桌子 我說大概十張左右就可以了 大概過一年前看起來好像 或者是大家沒有去搬戶的視頻裡面 在這邊的椅子不夠多 因為我剛剛走到的時候,很容易 好,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們希望也有桌子,因為畢竟我們還是要寫一些字啊 那麼多一點移植 好,所以呢,請 如果同學,好,晚到的話 就是這裡已經沒有座位的話 要去外面,答應一下考慮 我想,多一個特桌 也不想像是在學習上面也不會太大的障礙 那因為我們這個主持呢,恐怕 就算這個桌子很大 但是這個移植的空間呢,就佔了那麼大一個空間 所以可能比較難曬了 那但是如果同學願意的話 那也可以課一下 那當然考試就不算考試了 好,這應該是就沒辦法 買進我們考試上面的一個需求 這樣子的話,太接近了 你只會受到該檔 寫的按鈕,這樣就這樣吧 大家都會對自己寫的內容 那這樣就會造成你考試的時候的困擋 好,所以呢,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我們目前可能 就是還是維持一間教室來上課 那請大家稍微 對,這個就是 修正一下 不過我相信 這學期可能會是這個樣子 下學期可能會改善很多 因為總會有一學期被 我們說折磨 被魔鬼訓練之後就有人會去躺 那這個 所以我想下學期可能上課的人數就會有一些改善 那當然我也不希望,這不是我的本意 那我當然是希望大家能夠去 有始有終 至少去門課 我想不完之後 走的是什麼樣的路 只是走開室派機 或者是走一般的財務金融的話 這個課程的方式都是蠻大的 好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上個禮拜講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我們上個禮拜先講的 我們的其他中和屬地的一個報導方式 以及它的交流可能是形成的 所以大家有沒有對於這個上禮拜講的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的題目也有什麼問題 用一個文化 大家要記得我們可能那十月子就會有這次考試的話 所以我想搶在大家 搶在其他科目的前面 我就希望是 大家有最充分的時間來做對不對 好 那其實優態不是很困難 你只要你是上課 都認真聽 下課要不要做呼吸 然後題目有問題的 你就去找到答案 為什麼會是這樣 原因在哪裡 你如果我都能夠把它搞清楚 那我相信你在學習上面的這個成效都會有問題 你可以多住了 好 那你千萬不要等到好聖期 一個禮拜 再來 再來網塞其實 就很困難 因為你要融會貫通的 對交易其實一點點的條件不一樣 可能你的 福利方這個不同了 所以呢 其實你要把它融會貫通 我們才能夠有一個正確的 就是控制到快捷準的 比較正確的一個法案以後來 好 如果大家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要先從70頁開始了 好 70頁裡面 我們要來補保留銀儀表 那要看保留銀儀呢 其實保留銀儀的目的就是在報導 資產負債表的權益底下 保留銀儀的金額 怎麼從起初變成期末 也就是說 起初的保留銀儀 因爲什麼原因導致 期末保留銀儀的結果是這樣子 那一般來講 正常而言 保留銀儀的變動 起初跟期末不一樣 對主要的原因來自兩個 好 最常看到的 就一般來講 會有發生意不同的 其初保留銀儀通常不會跟期末保留銀儀一樣 好 那不會的原因通常是怎樣 但第一個 就是損益結果 公司經營的結果 最後就是什麼 先轉到保留銀儀 好 所以第一個 保留銀儀為什麼 期末跟期末的不同 第一個看就是 當期損益的結果 就會導致他保留銀儀 其中跟其他會不一樣 那第二個 原因是什麼呢 公司賺了錢之後 不說最後是會誰享有 股東 所以公司賺錢之後就是要發放鼓勵 那發放鼓勵也是從保留銀儀的錢上 好 所以保留銀儀 最主要發生不一樣的地方是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那個損益的結果跟補 然後第二個就是鼓勵的發放 那這個比較簡單 但是呢 從此之外 保留銀儀還有什麼原因會發生不一樣呢? 這也不是常常發生的 所以我們就要談幾個名稱 幾個名稱就是幾種的交易發生 那你去規定一下 它是屬於哪一個 然後呢 你再來判斷 你接下來就知道 你該怎麼做會計處理了 然後基本上呢 會計會發生的 第一個是會計發生了公計電動 好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發現的是 叫做會計連則改變 第三個就是發生了會計的 好 你要先決定當某一類的交易發生 但不是我們對外的 這幾個交易通常就是公司內部發現說 有這些情形發生 當有發生這些情形的時候 你大概先去判斷一下 它是屬於什麼樣子的一個性質 然後你再來決定你的會計處理就該怎麼做 那什麼叫做估計電動 在會計裡頭我們說很多東西都是什麼 都是合理的估計來的 比如說最常用到的估計 比如說我們一個機器設備會用多久 這是什麼估計來的 然後用了多久之後 它身體的性依價值產值有多少 這也是估計來的 當我們這些的估計發生變動的時候 屬於估計變動 估計的項目或者是估計的事件發生變動 我們叫做估計變動 好 什麼叫估計 就是我們在會計裡面有很多事情都是用估計來的 好 但在這個估計之下大概是因為我們在做會計成本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到 那最常看到的會計估計會講有一個是固定資產的耐用年限跟耐用年限期滿產值的估計 好 我想大家結果出牌就知道我們的折舊運動計算要有三個數字這樣的一個方法 那三個數字裡面就有成本是確定的 另外兩個 它用年限跟彈齒都是估計的 所以只要是估計發生改變 就叫做會計估計 那估計發生變動 我們不要去想會計會怎麼樣 你想 你估計發生變動 是特殊的情形嗎 最近氣象局 我知道氣象局很可憐 還好我再怎麼說都不會到氣象局去封鎖 那氣象局的預報員怎麼樣都會被罵 對不對 好 這個風大小也會被罵 估計錯誤也會被罵 然後雨量大小估計錯誤也會被罵 那走風的那個這個 台風的路徑偏了也會被罵 可是我覺得有沒有什麼道理呢 當然就是說你估計的 當然差異性太大 那當然就是 我不要去檢討 大家也不願意意識估計錯誤啊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 我覺得應該不是人緣的問題吧 那或者有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也比較太過於苛責 但重點就是說什麼 你既然要供給 就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是對的吧 好 所以那有一些誤差在合理的段位之內 其實是可以允許的 那我們在談 那我們在講會計估計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談說 像我們做什麼調查統計抽樣 什麼誤差值多少以內 任復百分之三以內 這個不一樣 我們在講會計估計的時候 跟統計並沒有完全掛鉤一樣 掛鉤起來 所以我講的是 只要我們有發生估計的數字 或者是交易內容發生改變 我們叫做估計變動 那我剛剛也講過 估計本來就不會是百分之百是完全一樣 好 所以當你發生估計改變變動的時候 然後我剛剛已經先為氣象局的預報員 先做了一個 也不能說脫罪 去做了一個解釋的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估計是這個機器我可以用四年 那沒想到用了兩年就不行了 那用了兩年就不行了 這也不是我估計當中錯誤 因為有可能是因為整個什麼 環境改變 有可能使用者 操作不上等等所造成的 總而言之 這個估計發生變動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追究責任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們的環境處理上面是 無所既往 我原來估計可以用四年的機器 結果我用了兩年 這個機器就不堪使用了 那我的那邊就只有兩年 最後就是估計變動 好 那我估計兩年 我原來估計四年之後呢 它的殘值可以賣掉的是 這個 它的成本的十分之一 結果用了兩年 我就把它賣掉的話 它的殘值是十分之二 就佔了 比如說十萬塊呢 它可以賣掉的 剩餘現金價值有兩萬 這也是什麼 遇殘值也是什麼 根據來的 所以當你發生 你的那樣年限或殘值 發生變動的時候 這種東西通通叫做估計變動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的折舊有三個數字 加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通常你在用的時候 好 我們在用折舊方法呢 當然我們做很多的快速處理的時候 都是要什麼 要反應 反應事實 或者是反應經濟的條件或環境 所以我假設原來我的這個折舊呢 我認為 我本來認為的是 它應該是什麼 跟年數有關係 好 就是可能它會用四年 就用直線法的一類折舊 那結果呢 時空恐變了 我發現 這個直線法之下呢 每年 覺得折舊都一樣 好 我們講汽車好了 汽車呢 新車跟舊車 它在維修沒有做不一樣啊 我清車的時候 我可能只要什麼 五千公里 或者摩托車是兩千公里 我就換一次機油 可是我騎了 比如說兩萬公里之後 你懂什麼 煞車體就要換啊 等等等等 就維修費就會發生比較多 就維修費就會發生比較多 所以呢 我發現呢 我用直線法去提列折舊 就是用直線法去提列折舊 每一年的折舊費用都一樣 但是我使用這個資產呢 我越到後期 我使用這個資產所發生的成本 來更高 因為我的維修費用增加了 所以一樣是使用這個資產 沒有什麼道理 因為它提供的效用的 所以是都一樣的 都一致的 所以我認為 然後我後來發現 有這種情形發生 所以我就決定要把我的折舊方法改變 改為維修合計法 就遞減法 也就是說 我的折舊方法呢 不是 我的折舊費用 一開始提的比較多 好 這是我的expense 好 這是我的維修 好 一開始我的折舊費用比較多 然後越提越少 好 那因為呢 這個資產它的特性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 它的維修費用比較少 但是呢 它越來越多 好 所以呢 我 這個是我的折舊費用 這是我的維修費用 好 這是維修 然後這是折舊費用 所以這樣子整個看起來呢 我使用這個資產的時候 我的 所發生的成本 就會什麼 就會是一條平線啊 好 就這樣子會比較複雜 我對於這個資產 使用這個資產 因為我不再強調 我們要做配合原則 我使用這個 我產生這個收益 一定有相關的成本會用發生 所以我有這個成本會用發生的時候 它造成的效益 應該 如果成本沒有是 效益是一樣的 成本就應該一樣 所以呢 經過了一年之後 我發現這個資產這樣的特性 所以我決定把我的折舊方法改變 所以折舊方法改變 它也是一種估計變動 因為我本來認為 估計是 我的折舊費用是 我使用這個資產 因為造成的效益是一樣的 所以它所發生的成本費用也要一樣 最後 使用了一年之後 發現這個資產 不是這種情形 所以我的估計就發生了一個修正 調整 所以這種折舊方法的改變 也叫做估計變動 好 所以我在想說 當你發現什麼樣 這些都是內部交易啊 沒有跟外面有什麼關係 我公司要用什麼樣的折舊方法 用估計什麼樣的 那要連線跟採取 這是公司內部的事情 所以不是外部的事情 我們現在講這幾個 都跟外部沒有關係 是公司內部要自己來去做了一些調整 所產生的 好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這三種 你要先去針對你的交易去探讀一下 它是屬於哪一位 所以如果像是 那要連線改變啊 產值改變啊 或者是折舊方法改變 這種都是估計變動 那如果是估計變動的話 我就不做既往 好 以前所做的折舊費用 我就承認了 我從現在改變了 我的估計改變之後 重新去計算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應該去提出折舊費用 所以 第一個 我剛才講說 你要先去判斷 這個交易的發生 這種情形發生 是屬於什麼 如果是估計發生改變了 那我就不要去管過去的事情了 廣者疑義 來者可追 所以這個就是估計變動 我們就不做既往 從變動的時候 重新去計算 或重新去做你的塊錢 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個 換計原則改變 基本上 我們能問我會計原則改變 通常 在我們的國際會計準則裡面 很多的交易 很多的會計原則改變的話 它都是建議 它都是主張 要重編以往的 財務報表 好 但是 不見得所有的會計原則改變 你都可以去追溯到以前去做重編 所以如果有些的交易發生了 但是沒有辦法去追溯去重編以前的財務報表的話 那我就去做什麼 會計原則改變 什麼叫做會計原則改變 比如說我們講 我們最常看到的 所以我第一個 先講 會計原則改變 通常在國際會計準則 它主張的會計處理方式是要重新編制 以往的 重編以前的財務報表 好 那如果重編 那也簡單 當然是工程是比較大的 但是如果某些的原則改變 我是沒有辦法追溯的 那我就必須在我們的會計處理上面 用一個所謂的會計原則改變來做處理 那我們先來解釋什麼是會計原則改變 好 比如說 好 我們講存貨的流動假設 記得嗎 我們講在粗塊裡面有講過程 存貨的成本流動假設 好 存貨的盤存制度有兩個 但是成本的假設 成本的計算有三個方法 先進先出 平均法 特別認定法 好 所以這三個方法 那我原來的成本流動假設 成本流動假設 它就沒有 就我自己認為 比如說我的成本流動呢 是先進來的 先賣出去 所以我一開始先用先進先出 那後來呢 不管它沒有特別去講什麼原因 後來我發現這種成本流動假設 根據我的環境 我的交易環境 我決定把它改變為平均法 所以我從先進先出 改為平均法 那我以前財務號碼裡面都用先進先出法去做 決定出它的銷貨成本啊 因為我們的銷貨成本 是不是要從成本流動假設裡頭去決定出來 不管你是定期團存制也好 永續團存制也好 你都要先知道你的成本流動假設 來決定出你的銷貨成本 那假設公司已經有50年的歷史了 我要去重編那麼久能力 財務報名嗎 每一年都要重編 我要重編50年 所以感覺不可行 或者是很難了 或者是不可行的情況之下 那我決定不重編 那我竟然102年決定把我的成本流動假設 從直線法改為平均法 那我就必須把期初的存貨 它的金額把它改變為平均法之下 應該有的金額 但是之前的三個年度的財務報表 期末存貨已經決定出來 在我們的報表上已經出現一個數字了 所以我要去做調整 這個時候我們有一個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 好 這個東西呢 當我發生會計原則改變的時候 我會盡可能去追溯 那追溯的時候要怎麼做 在國際會計選擇 就建議不要重編以前的財務報表 就是以前我就用平均法的話 只有五十年前的準意表會什麼結果 隨意版的結果就會影響我的資產負債表 那第二年呢 我一樣 我用平均法 所以期初存貨不一樣 所以當年度的隨意表也會不一樣 然後資產負債表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每一年的財務報表都要需要重編 好 那這個是國際會計選擇規定的 但是有些情況之下不可能 好 無法去追溯那麼遠的資料的話 那你就用一個什麼 會計原則變動來做你的會計處理 也就是說把我期初的 這個先進先出法的存貨的成本 改為平均成本之下有的金額 那這個調節的過程 我們用一個科目 就叫做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 好 所以這個 那我說了這個 我的假設好了 好 我假設呢 我平均法之下的成本 平均法之下的 期初存貨的成本是12萬 但是呢 先進先出法之下的 期初存貨的成本是15萬 好 因為通常物價商場是正常的 好 所以呢 先進先出就是什麼 月長買進來先轉為消貨成本 所以我期末出貨力是什麼 月後面買進來的 那月後面買進來 我剛剛講說 這個物價上漲是一個正常的 所以我就假設 它的期末來算的比那個存貨會比較高 好 所以呢 我要把它從先進先出改為平均法 那我必須什麼 把我的存貨 期初存貨從4萬減少為12萬 好 那我的分路 改為我就是什麼 既然我的存貨要改變 我就是什麼 代替存貨 代替存貨 因為存貨是一個資產性質的科目 我要減少它 那我期末是什麼 我期末呢 好 所以這個東西存貨減少 不是因為我賣掉 因為如果存貨減少 又可能是什麼 賣掉轉為消貨成本 我的這個例子不是啊 因為我是把它的成本流動假設做得可變 所以我的存貨的 期初存貨的成本要減少 那我介方科目就是一個什麼 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 因為不是當年度的 是從以前一直累積下來的 累積影響數 可以影響到這個流行 就這樣子 好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不能說不說幾計往 不像夫妻變動 我們說夫妻變動 是不說幾萬 但是原則變動 原則改變 我呢 一則重編 財務報表 否則的話呢 如果不可行或無法去做重編 我就要什麼 要追錯調整 好 我追錯調整 我的交易分錄 科目就是寫成這樣子 我的記錄 我就要是有一個 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在哪裡 好 那我們待會兒再講說 這個東西可以放在哪個位置再說 好 第三種情形 所以我說你要先知道 當別人用這種情形 你先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 什麼叫做錯誤 該錯沒有錯 不錯計算錯誤了 或是不該錯而錯了 這個都錯 好 錯誤就是錯嘛 那這種錯誤的話呢 我們你就一定 錯你就不能說 啊 我從現在知錯能來就好了 對不起 在會計裡頭 如果你有遺忘的 譬如說好了 十年前 我買了一個 十年前我把這個房子做了一個大幅度的整修 花了一百萬 看這個整修呢 因為是大幅度的整修 所以我假設我同心 我整個 好 像我們常常在講那個 你不叫獨根 不是獨根 不是獨根 像 叫他什麼 他 像高雄市呢 像我們一個同學 他住在那個四文屋裡的那個 像那個大樓呢 好 當初他呢 就是為了 因為綠酒的嘛 所以他彎彎的瓷磚啊 或者是他的那個 就是 那你配合建築物的壞關就有些的 不是那麼的漂亮 那但是政府呢 為了要讓整個勢容是美觀的 所以呢 他就有一筆兼備 那如果你大樓要做 所謂的這個 巴哈比特的話 那也可以申請 那可能你的金額獎設是 你拉提票一千萬 讓政府補助你 也不知道多少錢 一百萬 兩百萬之類的 好 所以那個當時候呢 就是做了這個拉提的動作 那當然這個 可以內容大樓的臉關 有很多問題讓我們都不講 就是說 假設我去做了外彎整的 我的瓷磚重新去貼 那貼了之後呢 欸 我花了一千萬 那是當時候呢 我把它當作是維修費用了 去當年度就做我的費用 把它充掉了 十年前發現了 好 那這個房子呢 假設它本來有這個 因為它是鋼股結構 像我們台灣的國稅局 有一個各類資產的耐用年數表 它根據房子有不同的結構 有不同的耐用年限 像鋼股結構的話 我記得它耐用年限的至少是50年 所以假設這個房子 這個耐用年限是50年 那我呢 這個房子使用10年之後 去做了拉提 然後10年之後又經過了 10年之後做了拉提 又經過了10年 所以等於 拿我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是 這個房子已經有20年的 那個年限了 好 已經用了20年了 那我拉提是10年前發生的 那假設我那個時候的拉提 我認為這個房子 我經過花了這個大筆的金額 去做了拉提之後 它應該可以有40年的年限 可是10年前我做了這個拉提的時候呢 我把它當作維修費用 那現在10年之後發現有這個錯誤 那10年前你把費用承認進來拉 所以我要去更正10年前 那時候所做的維修費用 這是錯誤嘛 好 但是這10年當中 因為這個我當時 把它當作是一個資產 那這個資產呢 我必須根據什麼 它的年限 那種年限 跟它的產值 叫它的折救方法去計算折救費用 所以這10年當中 我就有還有折救費用的掃記 這個時候 當我在做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要去做什麼 我就知道 那是10年前我的快計處理錯誤 它不是一個維修費 它是一個資本支出的性質 所以呢 我就要去做 會計錯誤的更正 好 那我剛剛舉了一個例子 大家想想看 當不追錯 會計估計變動的時候 我不追錯 就看 從那時候從進去做 當年都應該體裂 應該做的會計處理就好 我不過 以往怎麼做 那會計原則變動的時候 這個變動 我也要做它的 會計處理紀錄 因為我要追錯 我要去追錯 去做一些調整 要不然就要重編 好 那如果會計發現錯誤的話 跟我剛剛的解釋 所以10年前發生的 我要進去做10年前的更正 好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發現是會計處理錯誤的話 我要去做什麼 更正 調整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拿剛剛那個例子來說 假設我是10年前 這是假設92年的1月1號去做的這件事情 我做了一個資本支出1000萬 好 那我假設我做了這個東西 其實到時候這個房子 因為那時候做的時候 還有40年的年限 那40年之後 這個假設我做的這個房子的補償 其實對於這個折救沒有 對於餐食沒有任何幫助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1000萬的這個錯誤 不要怎麼做 因為1000萬發生 在92年的時候 我還有40年的年限 因為有說這個房子是50年的那樣的年限 已經用了10年之後 可以去做這個所謂的資本支出的維修 好 那這1000萬呢 我還預期它還可以維持40年的使用年限 所以我們第一個來看一下 當我發現這個錯誤的時候 第一個 你先想 如果我做了這個資本支出 它是附著在這個建築物上面的 所以我不要另外成立一個會計科目 那現在是附著這個會計科目 那個原來的建築物的科目之上 所以我試的是在92年的時候 我是借維修費用帶現金就完了 或者是應付什麼東西就完了 可是這個維修費用是不對的 應該是要借什麼 借建築物 好 我先講一下 就是92年我做的時候 92年我可能做的分度是這樣子 假設92年的1月1號 我做了這個維修 好 那我先把它當作費用 一些維修費 1000萬 帶現金 好 1000萬 好 好 那我現在是102年的 假設我現在發現這件事情 102年的時候我發現有這個問題存在 好 其實不管102年的什麼時候啦 好 反正就是10年之後我發現了這個問題 好 他有這個錯誤 所以第一個 我要先把這個 因為我說了 因為我說了 既然是這個貼石磚啊 或者是它的外觀 其實是跟這個什麼 跟建築物是什麼 連在一起的 現在是跟這個建築物連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這個把它當作是建築物的成本增加 所以我現在借建築物 好 所以1000萬 那我這樣 我付信息是沒錯啊 信息付掉了 沒有問題啊 你不能跟他講說 欸 這個不是費用啊 所以我要把那個1000萬拿回來 然後再重新說嘛 不可能你錢付出 都付出去了 你只能去改你的科目而已 所以你說 欸 那92年的時候 我不能這樣 那不是維修費啊 所以我要把維修費用調整掉 你想這樣對嗎 92年的維修費用 在92年就已經轉入92年的損益表 損益表的結果已經截轉到什麼 它的保留因緣 反映在它的資產負責表裡面了 所以你把92年的維修費用 在102年去做維修費用的更生 那不是很可笑嗎 因為費用客戶在發生當年度 就已經什麼 結清了 收入費用在當年度 年底就結帳的時候就已經結清了 所以102年你不能去做 1992年的維修費用 直接把它沖掉 就是沒辦法沖 因為你這樣子代謝維修費用 變成是102年 你充當年度的維修費用 那當年度的維修費用 就跟這個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我的科目就不是叫做維修費用 雖然是92年的維修費用高估 但是92年年底結帳之後 它就已經結轉到保留因緣裡面了 所以我比較好的科目 但你要想說 因為它接著到保留因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代謝保留因 也可以 但是更好 我們要精確地使用這個會計科目 我們要到前期權益調整 92年的權益去調整 92年的維修費用高估 所以費用高估 盡力低估 轉到保留也低估嘛 所以你代方寫在這個地方 當然就是保留因緣會增加 好 這是第一個 在92年的時候 然後我針對那個維修費用 誤認違 或者是快遞處理錯誤 誤認違 是給費用的坑物 我去做一個更整 這是快遞錯誤更整 而且92年的維修費用調整 為是我的資本 資產的成本 而且資產 是因為你要提點折舊 是不是要提點折舊 所以92年 我這邊寫了 92年開始我都發生了1000萬 沒有增加任何的殘值 我可以有40年 換言之 我每一年的建築物的折舊費用 如果我有這1000萬的資本基礎發生之後 在這個條件之下 我每一年的折舊費用 應該會相較於之前所提的 折舊費用多 多多少 多40萬吧 1000萬除以40年 二十五萬 1000萬除以40年 就每年要多25萬的折舊費用 那我已經什麼 已經經過了10年 92年開始到101年後10年 就表示我這個建築物的累計則就是早計了 好 早計了多少 250萬 一年25萬 10年就250萬 那累計折舊少計 但是街坊客戶或是什麼 折舊費用啊 因為我沒有把它列入我的資產的成分 所以我沒有提列折舊 那10年來我就一共掃齊了 250萬的折舊費用 所以呢 如果按照這樣寫 我就要寫折舊費用 好 但是呢 這個折舊費用這樣也有問題啊 好 為什麼也有問題呢 因為92年年底的折舊費用也轉到損益結果了 93年的折舊費用也轉到93年度的損益表了 所以這個跟這裡一樣啊 因為92年的維修也是在92年底 已經結管到損益表裡面 所以92年剛年度的折舊費用 93年的折舊費用 甚至到101年的折舊費用 都已經結轉到損益表 都已經結轉到我們的保留隱語 所以事實上就跟這裡一樣 所以你這個地方也是寫前期損益表證 因為我以前年度折舊費用少計 那費用是屬於損益表證 跟我每年年度就結束了 結清了 結清了就轉到保留隱語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這個例子裡面我就應該這樣子寫 好 因為我這邊要借前期損益表證 因為以前年度的折舊費用少計啊 費用少計 經歷就高估 保留隱語就高估 好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分數寫在一起的話 那我這邊呢 前期損益調整裡面 就應該是什麼 就不 就是只要寫750萬就可以了 你們都慢慢用紅皮好 讓你們知道 都是相當的 好 所以如果這個例子 會計錯誤的話 我就要做這樣的一個 更正本度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例子 92年發生的錯誤 那因為92年發生的錯誤在就往後的10年 在我現在發現之前 每年都有影響 所以我就把最美一點的影響就是什麼? 要把它做一個更正 因為會計錯誤 我用的科目叫做 前期損益調整 好 所以這這樣子的一個交易 當我內部檢討或者是發現這些事件的時候 我說的第一個 你要先去判斷 它是屬於哪一類的性質 好 是估計變動 是原則改變式 還是錯誤的發生 那你的問題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估計變動 那我從現在重新去計算就好 原則變動 我要去追錯 好 如果可以 我就從編 如果不能 我才做一個 快系科目來做調整 如果發生錯誤 錯誤一定要更正 那更正 我的交易分錄要怎麼寫 好 這是我們先舉一個例子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談一下 我們去想保留影響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好 所以我們就要通過頭來談 在每一個 但存貨 這個客戶是什麼? 是屬於資產負債表的客戶 那這個呢 就是屬於什麼? 保留影響與表的客戶了 好 那一樣 借主目是屬於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科目 然後累計則就也是屬於什麼? 資產負債表的科目 資產的減項 那前期損益調整 保留影響與表的科目 好 所以這幾個 我們說 為什麼我們在講保留影響表的時候 要把這幾種教育拿出來講 因為這三個內部發現的事情 有兩件會影響你的保留影響 好 所以我的保留意義 就不是單純因為當年度的水利結果 因為當年度發放鼓勵給鼓動 而造成變動嗎? 如果有以往的焦慮事件發現了 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或者是發現有一些該修正的地方 我就必須去做它的分路 那這個分路會影響的是什麼? 就是影響保留影響表 所以這一個跟這一個 當我在編保留影響表的時候 因為你可以看 這是以前年度發生的錯誤 所以我當然要調整 起初保留影響 以前年度發生的錯誤 就表示我起初的保留影響是不對的 所以我就是這個前期數以調整 當然去調整我起初保留影響 要得到一個正確的起初保留影響 那會計原則變動 也是因為我的會計原則變動 但是以前所發生的影響數 我沒有辦法去追溯重編 我沒有辦法去重編 所以我用追溯調整 所以也是以前的那個資料跟去做修正的 好 所以這兩個 當我有這兩類交易發生的時候 我都要先在我的保留影響裡頭 我重新去計算我更正後的或調整後的 起初保留影響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我在想保留影響幹嘛跳到這些事情 就要當初以說我的保留影響 除了因為損益結果 當年度的損益結果 當年度發生的努力 造成它的起初跟期末保留影響不一樣之外 如果你有以前的交易 以前的事件的交易 發生了一些變動或調整 而去影響你的起初保留影響 所以當你有發生這類的交易的時候 你先去調整出 你正確的起初保留影響 大家看懂嗎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71件 71件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個建安公司的保留影響 起初保留影響是8萬6千 前期屬於調整要減少6萬128 這個是介方的金額 然後會計政策變動累積影響數 好 我們的折就方法 好了 我們的存貨 存貨的這種假設算是什麼 政策算是政策 好 變動累積享數 3萬2千 產生單放有退 產生的調整後 起初保留影響 這樣太懂了嗎 這樣看懂了嗎 好 所以這兩個交易 這兩種科目發生的時候 當體贈編表要編在什麼地方 編在保留影響表 而且是放在最前面 因為我要先得到一個 正確的起初保留影響 好 那你可以看 這個建安公司就 接下來就很單純了 加上本期盡力減掉努力 就得到期末保留影響 這保留影響 如果沒有前面的起初保留影響 要去做調整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起初保留影響 加本期盡力減掉 本期大方的努力 就得到期末保留影響 就這麼簡單 好 每一年一般的公司 大概是這種情形 去做你的保留影響 但是有一些特殊交易發生的時候 那這些哪一類的特殊交易呢 這些特殊交易就會 在編織保留影響的時候 我們要先去做一出一個 正確的起初保留影響 就是我們這邊所謂的 調整後起初保留影響 好 那我們來找一個 好 那我們來找一個 例子來看好了 好 這邊呢 因為他這邊都沒有做 因為他這邊都沒有做 會計例原則的 好 我們看一下比較簡單的 第十三集 在83A的第十三集 好 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包留影響 好 看呢 他就所保留影響 是無略期出 好 他給你一些 一堆東西啦 他告訴你說 除了期出 期末保留影響 跟現金努力之外 其他呢 都是稅後的金額 好 基本上 好 我們這邊都沒有去探索 所得稅的問題了 地上呢 我們這邊都是要有稅後的 好 都是稅後的 好 這個基本上不是要稅後的 好 所以這個 我們先 因為那邊講 所得稅的問題 就先我講這個 好 都是指稅後的金額 好 然後呢 他的80 差發年度正確的 這個本期禁令 好 請你去計算 然後 編制正確的保留影響 然後 請出 為包含 以正確保留影響的項目 叫做 多多表達 佐勤 為包含 Episode 1 次的 草地 是 這邊 携濺 2 次的 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